台湾走红美国 小胖这个台湾之光 正走进大陆娱乐圈这个新战场 中期新闻综合报道 即将在年底登场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台北市府的宣传开始起跑 在这两天特地到香港 希望到时候香港的观光客也能够到花博参观 前一天晚上才搭机到香港 一大早就和香港的旅行业者见面 台北市长郝龙斌亲自出马 目的当然就是推广11月份登场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邀请台湾的好邻居来参观花博 对香港跟我们最接近 而且香港的民众到台湾的旅游人数 一向在我们台北的前三名之内 所以优先来到香港做行销 要如何把花博的特色和台北的优点 在短短的时间内介绍给香港的旅游业者 秘密武器就是这片导览光碟 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更将为这座无限可能的城市注入全新的活力 从花博各个展场的特色和未来规划 到台北周边的吃喝玩乐 所有的资讯透过生动的方式 要让香港的旅游业者感兴趣 接下来当然是透过产品包装 把游客通通带进来 根据统计港澳每年赴台旅游人数超过71万人次 未来还要陆续到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去做宣传 希望长达半年的花博展期 能够吸引观光客通通来台北 见识一下花样台北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好 今晚最新我们告诉您的是 艺人宋少卿他的首